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說說英國想投射軍力到亞太區,但為何又要賣航母呢? 另外,中美關係有惡化的跡象,美國想逼盟友加強對華的芯片制裁,但日本和韓國就怕失去生意。 據日本經濟新聞3月9日報導,美國最近要求加強對華半導體出口管制,新要求包括對半導體生產設備的銷售限制由原來僅限於尖端產品,擴大到部份中高端產品,還將會包括製造半導體所需要的化學原料。 美國媒體之前說,由於近期中國在開發本土芯片方面取得進展,美國希望彌補過去兩年出口管制措施的漏洞。 據日本經濟新聞說,美國現行的政策對10至14納米以下的尖端芯片的半導體設施進行出口管制,但美國要求將管制範圍擴大到生產被稱為通用產品的一般芯片的部分半導體設備。 在這個領域,日本企業的尼康和東京電子擁有很強的技術實力。 美國政府還要求日本迅程化工業,限制向中國出口它經營的光刻膠這些產品。 這些材料在芯片生產程序中不可劃決。 美國媒體近日引述匿名人士的消息說,拜登政府正在施壓多過盟國,擴大對中國半導體的打壓範圍。 這個舉措是想彌補過去的漏洞,應對中國近期開發本土芯片能力方面取得的進展。 美歐還敦促荷蘭阻止他們的光刻機巨頭阿斯麥為中國客戶保養和維修他們已經買了的敏感芯片設備。 日經新聞說,美歐政府在2002年啟動了對半導體領域的出口管制政策,依然壓制中國的技術創新。 在美國的脅迫下,日本和荷蘭在2023年加強出口管制,但是兩國相關產品對華出口正在急劇增加,主要是一些在管制範圍以外的中高端設備。 美歐政府認為有必要敦促日本和荷蘭採取進步的措施。 除此之外,日經報導,拜登政府還試圖叫德國和韓國進入這個陣營。 美歐希望德國叫停塞斯公司向中國提供先進芯片生產所需要的光學元件。 但日本產經大臣債騰健3月8日在記者會上, 將對美國半導體出口限制擴大問題。 他回應說,日本政府現階段並沒有採取新措施的計劃。 雖然化學工業在接實際經訪問時也說,該公司並沒有任何有關半導體的新資料要發表評論。 日媒認為,美歐阻礙中國技術創新的戰略並未取得預期進展。 即使日本實施更嚴格的半導體出口管制,中國也可以從其他國家採購到那些通用產品和相關的物品。 這樣做就可能對日本企業造成市場份額的缺失。 彭博石也引述知情人士說,德國曾經去年考慮是否對華限制芯片相關的化學品出口。 但德國總理索爾茨並未就此事明確他的立場。 他將會在今年4月訪華。 美國已經與韓國就提醒芯片參考管制進行會談。 美國官員去年邀請韓國有關部門加入這項多邊行動之後, 兩國在今年2月啟動了結構性對話。 但據韓國紐西斯通訊社說, 未有總統大選在拜登和特朗普之間的鬥爭越演越烈, 但韓方預計,兩個候選人都會強調美國優先的半導體政策。 在這個過程中,韓國企業受到對華半導體出口的壓力可能會進步加強。 特別是為了打壓中國半導體的研發升級, 三星、電子等韓國公司可能會在超精細工藝方面面臨美國政府更大的壓力。 與此同時,中國準備成立的新半導體基金的消息也會引發韓國高度關注。 有韓國業務人士說,必須適當地分配國內和第三國的投資, 以免韓國的半導體企業受到美國政策太大的影響。 據日本財務省統計,2023年,日本半導體製造設備對華出口增加了20.5%。 中國市場連續四年佔據日本出口份額的第一。 而環球事故記者從業務人士知道,尼康等日本企業的高機 在中國已經有一定的市場份額,並且計劃在中國投入新一代的產品。 TRIP全球測試中心中國實驗室主任羅國超告訴記者, 日本各類半導體設備市場非常有限,完全依賴海外市場。 如果接受美國提出的要求,模擬會中日本企業至於火架上被燒烤。 羅國超認為,隨著大國競爭中的政議因素不斷加強,經濟方面的考慮正不斷被削弱。 美國盟友在短期內是不會接受美國的施壓,但在美國進行討價還價之後,他們會否加入美國的行列,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可以這樣總結。 第一,美國拉攏盟友加大對中國芯片打壓的力度,但盟友不太願意追隨。 日本和韓國公司都擔心這樣會丟失大量的生意。 第二,這是迫中國進行本土產品替代。中國在中低端芯片上已經具備相當的產業規模。 美國升級打壓的結果,在客觀上就只能讓中國加快自主創新的步伐,包括自主創新的設備。 讓中國芯片市場的國產替代率不斷上升。 這也是美國和他的盟友最不想見到的結果。 第三,要小心中美關係惡化,可能會波及其他領域。 另外,有時覺得英國的情況有點搞笑。 一個過氣帝國想用全球投射的軍力,甚至派軍艦去亞太區為美國助拳。 但英國的軍艦又的確不太像樣。 3月9日傳出消息,英國海軍伊利莎白女皇號航空母艦 在蘇格蘭港口停泊時突然發生火災,冒出滾滾濃煙。 接著英軍就出面說,這只是一場小規模孤立的火災。 火勢很快受到控制,沒有人員傷亡,也沒有威脅彈藥安全。 但英國媒體說,據他們所知,英國軍方已經成立了專案小組 對這次火災事故進行調查。 英國媒體說,這已經不是伊利莎白女皇號近期第一次發生意外。 在今年2月份,他原本計劃參加不約半個世紀以來最大規模的軍演。 但在臨行前檢查,便發覺有羅船長推進族出現故障。 因此要緊急更換另一艘航母威士親王號參加演習。 伊利莎白女皇號便要遲往蘇格蘭的萊塞斯基地進行維修。 但沒有想過半路又遭遇火災。 這位英國航母蒙上又一層的陰影。 這樣著火,伊利莎白女皇號相信更出廠無期。 有意思的是,伊利莎白女皇號的羅船長故障並不是個別例子。 18個月前,同級的威士親王號在前往美國途中, 也遭遇同樣的事故,被迫在維特島附近拋撓。 外界認為,英國兩艘航母接連發生故障, 這樣表明了英國航母的設計、製造和維修方面可能存在著重大的硬傷。 除了羅船長故障頻繁之外, 兩艘航母還飽受其他問題的困擾, 包括多次入水、電力系統故障, 還鬧出F-35B、艦載機在訓練時跌下海的嚴重事故。 它甚至比印度的航母的事故更多。 英國對於兩艘伊利沙伯旅行號航母寄予厚望。 這一型的航母排水量超過65000噸, 單價超過40億美元。 這一型航母採用滑藥式方式起飛, 最多可以搭載36架F-35B 艦載機, 並且採用了大量新型的軍事技術。 例如,這是英國海軍首次使用燃氣輪機和全電驅動技術。 它也是英國海軍史上最大的艦艇, 但它們附起沒有幾年就故障連連,淪迴世界笑話。 早前另一段消息更顯示英國航母的困境。 英國媒體說, 兩艘航母對目前英國來說過於奢侈。 事實上, 英國已經不具備獨立營運兩艘大中型航母的能力。 這是航母頻頻出現事故的重要原因。 在起眾背景下, 也難怪近期傳出英國軍方打算出售威斯親王號航母。 據英國《每日郵報》3月1日報道, 英國皇家海軍消息人士說, 由於資金問題, 英國第二艘航母艦威斯親王號未來面臨威脅。 消息人士擔心, 號資3億英鎊建築威斯親王號可能被封存或以較低價格賣給一個友好國家。 一個消息人士說, 英國意識到第二艘航母是一種儲備資產, 是一種非常昂貴但很少使用的設備。 如果英國想解決資產負債表的問題, 很可能就會出手一艘航母或者和盟友共同使用它。 但英國皇家海軍發言人說, 這些說法絕對不正確, 英國海軍完全致敵於伊利沙伯女皇號和威斯親王號兩艘航母的運營。 事實上, 對於英國兩艘航母的質疑聲音, 指他們服役以來從未停止。 今年2月, 伊利沙伯女皇號在演習之前出事, 英國國家利益網站就以 英國海軍面臨航母危機為題作出報導。 引述批評人士一直質疑 英國航母是否真正能夠升任。 批評人士說, 伊利沙伯女皇號和威斯親王號的艦載機數量比每個航母少得多。 雖然理論上, 他們每隻可以搭載36架美製的F-35B隱形戰鬥機。 但實際上, 搭載的數量從沒有超過8架, 可以說是少得可憐。 報導說, 英軍打算賣走一艘航母籌得資金, 加強其他海軍艦艇的建設和維護, 集中力量保證伊利沙伯女皇號這艘航母的戰鬥力。 可以這樣總結, 第一, 雙航母本來是有意的部署, 令英國起一艘航母維修時另一艘航母可以出動。 第二, 問題是英國沒有角力去維持雙航母。 一艘能夠搭載36架F-35B戰鬥機的航母, 最多只搭載8架戰機。 這樣便知道英國的雙航母只有樣子。 第三, 英國賣走一艘航母是一個合理的選擇。 雖然英軍否認, 但看起來有一定的可能性。 第四, 英國的軍力這麼糟糕, 但仍然籌隨滿之, 要在全世界的範圍關於其他國家的事務。 除了勒緊庫頭援助沃蘭之外, 還多次揚言要派航母戰鬥群來到亞太巡航。 試圖對中國施壓, 但無論俄羅斯或中國, 其實根本沒有把英國作為一個對等的對手來看見。 英國搞航母象徵意義大於一切。 一個無樂帝國無論如何裝扮, 都是一個無樂帝國。 另外, 在石頭台的時事發評我會講到, 教宗建議沃蘭舉白旗和俄羅斯和談, 認為這樣做並不是一件羞恥的事。 西方再生起叫俄互談判的聲音, 但美國就大力反對。 歡迎電話去石頭台收聽我的評論。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頭台也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頭台看獨家內容, 但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610-3800, 或者是發電郵給我們。 石頭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 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頭台獨家發佈的 《六宇人金融Hi-T財經》節目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頭台看《六宇人》的文字版。 石頭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部, 去巴士的部網站就可以找到石頭台。 希望你們也支持巴士的部, 訂閱石頭台。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